应该退党的 辞职的 是不懂得坚持行动党原则的领袖 让我们行动党太过沉重来面对这个大选 这样子的领袖呢 他们自己本身应该辞职 应该支持 应该最好是退党 不是吴成豪兄弟 我没有做对不起行动党的事情 行动党原任事故来去州议员吴成豪 昨天出席与民共进早餐活动时 以不点名方式批评涉嫌贪污的行动党领袖 以及在师父背后放冷箭的徒弟 我从来没有抱怨出钱栽培助理 但是呢 叫我的助理回来和我对干 前助理和我来对干 用徒弟打师父呢 我相信世界上的领袖 再也没有这样子恶毒的领袖 不但如此呢 应该是叫徒弟要尊重师父 大家接手合作 为党为人民的未来呢 尽更大的努力 所以呢 我在讲谁他自己心里知道 我尊敬的领袖呢 不表示呢 我会盲目崇拜 领袖做错 被控伤法庭有贪污 叫国真的领袖 应该退位辞职 我相信我们领袖呢 更加应该以身作则 就是因为我不认同这样子的作法呢 如果今天不上阵的话 我也感到非常光庸和自豪 因为我坚持的是行动党领袖 教我的原则 有贪污的领袖 自己要下台 对 另外 吴承豪也提到 自己谨记行动党元老林吉祥的教会 要坚守党原则 没想到却反遭对付 我从来和林吉祥没有合作问题 我是林吉祥最听话的党员 和未来的领袖 他说 我们做人要群联 要群政 我做到了这一点 我没有对不起民主性动党 也没有对不起我们四股来的人民 还有柔州人民 如果他自己 儿子有做错的话 他应该叫他儿子怎么做 不是反过来 我们坚持党原则的要被对付 没有得上这次小事情 但是坚持民主行动党火箭的原则 才是大事情 在这个地方 无论如何 吴承豪依然呼吁民众 要支持希望联盟 因为有问题的只是某一些领袖 无需因为一颗老鼠屎 而坏了整个州 更何况是希望你们 我们要给人民希望 我们的领袖本身叫以身作者 这就可以同胞 但是用我栽培的人来倒回来 来在我背后设计呢 这样子的领袖是什么数字 有资格做我们的领袖吗 这就可以同胞 没有的话 下次大选呢 就给他一个选票教训 我不怕说话 今年选上大选要来临的 但是呢 我还是大家希望 投希望你们 支持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 支持公正党的候选人 只要他们做单单的去 没有做错事情 没有贪污的记录 青年群政 我们都应该支持 OK 我们会推荐的 ательно 我们会订阅 그럴阵 所以呢 他们会把贪污